哈囉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人類升級》這部電影 在未來 人類的科技突飛猛進 製造了許多人工智慧來協助生活所需 像是替你開車 上網採買 或是將微型機器置入眼模裡 幫你及時分析等等 這天 修車師傅 崇尚自然 沒有在身體裡 置入任何科技產品的男主角 格雷 正帶著他心愛的妻子 女主角 亞莎 一起去找他最好的朋友 埃倫 打算把修好的車子還回去 順便介紹女主角給他認識 那這個埃倫 是一名天才科學家兼大老闆 發明過許多 改變人類生活的高科技 目前正在秘密研發一款 什麼事情都能辦到 還能輔助你大腦 讓你變更強的 超級人工智能晶片 簡稱 丙 之後呢 女主角離開埃倫家 搭著人工智能車 輕輕鬆鬆回去 兩人還趁著自動駕駛時 做一些大人做的事情 但這時 智能車就突然失去控制 偏離原先的路徑 不管怎樣都停不下來 車速也越來越快 男主角健壯 並急忙替女主角系好安全帶 下一秒 失速的車子就蹦蹦撞上障礙物 飛出去翻滾好幾圈才停下 幸好兩人運氣不錯 沒受什麼傷 沒想到的是 此時卻有四個人衝過來 將他們抓出車外壓制 其中一人 簡稱犯人A 還惡狠狠抓住女主角 無情羞辱她一番 然後蹦的一槍 將她射殺 目睹一切的男主角 只能無力的放生死汗 而壞人們 更是殘忍無情 對著她脖子也開了一槍 讓她動彈不得 只能倒在地上 眼睜睜看著愛人痛苦死去 事後 男主角被趕來的警方 送到醫院治療 可是擊中脖子那槍 讓她頸部以下癱瘓 無藥可依 雖然三個月後她康復出院 也有許多高科技設備能輔助她生活 但她的內心 只剩下絕望 更慘的是 負責調查此案的警察 小女警 還告訴她 當天犯人們使用了反偵查技術 導致警方無人機無法併別臉孔 目前只能推測出幾個嫌疑人而已 此番言論 就讓男主角整個崩潰 她找不到仇人 也無法報仇 活著 還有什麼意義呢 於是她故意控制機器 阻塞過量藥物 打算自殺去陪女主角 不過她沒有自殺成功 又被送到醫院治療 等她在醒來時 艾倫就出現在她眼前 並告訴她說 之前給你看過的餅 能協助你的大腦運作 與身體四肢重新取回連結 再度變回正常人 雖然你想死 但你想想看 如果女主角還活著 她會希望你怎麼做呢 因此原本不願意的男主角 為了活下去 為了有機會復仇 就答應艾倫 並在她的協助下 私下進行手術 將柄置入脊椎 接著 生氣的事就發生啦 柄方進去不到幾分鐘 男主角就又能操控雙手 還能輕鬆站起來走路 更屌的是 她的身體能力還大幅提升 簡直像個超人一樣 艾倫則掏出一份保密合約 要她簽下去 對外繼續偽裝成殘障人士 避免被政府找麻煩 還警告她別亂跑 衛星定位都能發現 到時就會從遠端關閉柄 讓她再變回殘障 之後男主角回家開始調查 之前小女精給的相關案情資料 這時 她的腦內 竟傳出一陣電子合成因 對方說自己是柄 還從影片中找到一些證據 男主角一聽 以為自己發瘋了 連忙問對方 到底是怎麼回事才知道 原來 這個柄 擁有自我意識 是透過向額骨膜傳遞聲波 才能跟男主角講話 不過她無法讀取腦內想法 然後她在案情影片中 注意到一旁拿走女主角包包的人 簡稱犯人B 手上有個紋身 她便請男主角釋出手臂控制權 將紋身畫出來 甚至秒解讀這次軍隊紋身 和上面各種犯人B的資訊 男主角聽完後 便開心地打算聯絡小女警 可是秉認為 這種證據警方不會信 要她先去調查清楚 所以隔天 男主角就搭著輪椅 來到犯人B家附近 等對方出門後 偷偷潛入調查 也順利找到一條 名為關鍵酒吧的線索 但查沒兩秒 犯人B竟突然回家 還發現躲起來的男主角 雙方便呵呵哈哈的扭搭起來 只是男主角完全不是對手 被對方壓在地上打到快死 嚇得他趕緊委託秉 幫忙控制身體反抗 也馬上獲得如超能力般的戰鬥力 隨便 兩下 就把犯人B幹掉 接著 男主角前往關鍵酒吧 順利在這找到 當時在場的壞人 犯人C 然後又靠著秉的協助 輕輕鬆鬆幹掉對方 得到了犯人A的情報 同時 艾倫從定位注意到他到處亂跑 便開始遠端控制要解除秉 秉則一邊說 他早就偷偷上了暗網 找到能幫忙解除控制的駭客 一邊帶著男主角 抵達駭客所在地 成功破解了控制系統 不過 秉一度被關掉 導致男主角變成半殘 此時犯人A 又剛好帶著犯人D 追來想殺他 幸好在千鈞一法之際 秉終於恢復狀態 馬上給予男主角超強體能 先幫助他 咻咻咻咻咻逃跑 再轉身 呵呵哈哈 幹掉追來的犯人D 逃回家的男主角 就想停止這些殺人行動 可是秉認為 如果不幹掉犯人A 到時就會被對方幹掉 他甚至羽帶威脅 說剛才解除了控制系統 還包含了防護系統 現在他不需要經過男主角同意 就能強行控制身體 無奈之下 男主角只好跑去找犯人A 和他呵呵哈哈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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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打來打去 終於成功幹掉對方 他也從犯人A的手機裡發現 原來真正的幕後黑手 花錢找來這些犯人的 竟然是埃倫啊 氣得他用瞬間移動 咻咻咻衝到埃倫家找他對職 另一邊 小女警經過各種調查後 也神乎奇蹟智商180的 找到了埃倫家 打算阻止男主角的行為 只是他完全不是秉的對手 一下就被打敗抓住脖子 差點被掐死 不想再殺人的男主角 並用盡全力抵抗秉的操控 但秉的能力太強了 根本阻止不了 而且在反抗下去 他的大腦 將因電流等物質崩潰 他只能哭著 拜託小女警阻止自己 再趁機弄出短暫空檔 讓對方用電擊槍 哒哒哒哒的 暫時停止秉的行動 然後埃倫也跳出來 告訴眾人說 很久以前我發明晶片後 就被他控制了 現在這一切 都是他威脅我做的啊 他的目的是想要一具乾淨 沒有任何電子設備直入的人體 他想殺我 是因為我是世界上 唯一有能力 再創造出另一個晶片的人 你會走到這步 都是秉在案中引導你啊 沒錯 這一切 全都是秉幹的 害他們車子失控翻覆 派人殺他老婆弄殘他 都是為了讓他專注於復仇 取得一個趁虛而入的機會 殺犯人們和埃倫 是為了消滅所有證據 順便打擊他的精神 讓他崩潰 到了這裡 電擊效果徹底消失 秉邊控制男主角跳起來 隨便捅死埃倫 還準備開箱射殺小女警 下一秒 男主角卻從床上驚醒 原來剛才那些 都只是出車禍後做的噩夢 女主角也沒死 平安無事 活得好好的呢 不過這些內容 都只是秉搞的鬼 男主角是因為反抗的關係 導致精神崩潰 亦是被放入了夢境世界 現在 平安已經徹底接管這具身體 變成一個人類 這 就是他計畫的最終目的 最後 平碰的開槍殺死了小女警 再利用男主角的身份 潛入人類社會 繼續他的下一部計畫 那其實這電影 感覺跟猛毒有的比 你也可以去看看 看完後我就在想 你那個愛滴頭花手機的朋友 說不定已經被手機操控了啊 為了他好 快找電擊槍電他吧 哈囉各位Youtuber的肥仔們 大家好 我是NG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並開啟小鈴鐺喔 讓本肥走盡的心力 喔對了 本肥現在每週一到週五 晚上八點半 都會在FB直播玩遊戲 記得來看喔